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其实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题目 就是叫做为什么我们要学习 就是能量还有自我成长 因为呢,其实呢,可能很多的同学会觉得说 Hello Angel,就是会觉得 嗯,什么时候开提问课 哦,这个很快啦,我已经其实有时间已经出来了 是下个月,嗯,我突然忘记了 那个下个月的,下个月初这样子 11月4号,它有2% 其实就是说大家自由参与吧 如果你觉得第一%你就,哦,还不够的话 还可以上第二% 第二%的话应该是,呃,是十几号 哦,不是,还是20号,20号,对,好 那先回到我们就是原来说的那个 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开这个公益课呢 其实公益课,嗯,好像是非常基本 也是很基础的一个题目,对吧 为什么大家要学习能量还有自我成长 因为我发现呢,最近的这个风气,嗯,有点奇怪 这奇怪是大家很多时候都忘记了 就是提问,然后很多时候其实走在结论里面 也很多人就觉得,哦,他们大家就是会学了很多东西 其实更多是我觉得 我发现很多同学可能就是学习是东一戳西一戳,对吧 学习的可能,对吧,可能几个 甚至是几十个不同的东西 但是你们永远就是会学到一种 只是在一个入门的程度 然后就觉得,哦,好了,我好像知道了很多 但是怎么还是觉得,为什么 啊,生命啊,也好,或者生命啊,或者实相啊 还有很多的状态没有得到改变 然后就开始觉得,啊,是不是 是不是可能工具不好用 是不是不应该学习 是不是可能在学习成长这个事情是多此一举 或者能量到底有没有用 所以我想说一下,就是在这个部分 今天就是去深入探讨 嗯,其实在很多的人的生命里面 可能会遇到各种以下的几个状况 就是当然啊,我们可能会 为什么会要学习一些能量啊 或者学习成长 就是会第一可能遇到生命里面不大顺的一些时期 对吧,这是第一个,嗯 第二个状态就是可能是因为 你们觉得,嗯,为什么身边的人 包括家人老师会出现 还有自己会出现同样的一些课题 好像在重复轮回一样的东西 然后你意识到这个部分 然后觉得应该要有所改变 然后第三个就是觉得,嗯,好像 确实就是感受到一种 可以说是,嗯,不能以头脑去形容的 啊,更加的一些高维度的一些 可以说,嗯,非,啊,非一种怎么说 就是非理性的一些东西去召唤你 对吧,就是通常是有这三个各种的啊 三种理由,然后才会走上去 走上去可能就是 不管是在成长也好 或者能量啊,灵性的一些暗所 所以呢,那 然后回到了刚才我说的核心点 那为什么很多人其实在这个旅途中间会放弃 其实就是因为 大家没有真的去 我不能说打好基础 其实就是探讨这个核心 第一,先问一下 先问一下自己 你学习这个 到底是为了什么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其实在很多很多年前 我曾经就是应该说是刚刚 呃,大学毕业的时候吧 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真的有一段时间 我就是差点想要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在 就是好像被甩到一份工作里面 也不能说甩到 就是说被安排到一份 理论上应该就是 从各个层面来说 很不错 发展也是很好的工作 那我真的不开心 也不快乐 确实不是我喜欢做的 然后觉得 没有什么意义 也没有什么 就是看不到一个出头 然后在每天上下班的时候 对吧 也会看到 人来人往 在市中心的地方 看到人来人往 就是每个人到底 他们在干什么呢 对吧 其实很多人就像空壳一样 什么空壳呢 就是好像没有灵魂的一个空壳一样 好像 为什么只是为了上班 为了下班 那你们在追求什么 那如果真的升职了 对吧 加息呢 那你们希望做什么呢 为了吃饭吗 为了去满足你们的物欲吗 为了去买房子吗 为了生小孩吗 那这些又是为谁看的 我去想这个问题 然后 获得的一个答案是什么 无解 然后在这个无解上面 我就会发现了 原来生命是毫无任何意义 就是我自己也曾经走进 这样子的一个死户宫里面 然后觉得如果毫无意义的话 那我不如就是从这个里面去解脱了吧 真的很难相信这个是那么年轻的一个 小女孩里面有的一个想法 结果呢 真的就是天无决人之路 就是应该说该来的就是会来 然后当然就是机缘巧合之下 就是认识了 第一个并不是AC 但是是其他的一些能量的一些体系 然后就给到我 哇原来有一些超级无敌 就是非理性 就是跟我以前可以说是在书本 课本上面所知道的学识知识里面的东西 无关的一些感动 然后呢 所以然后我就去学了好几个不同的东西 就像很多的同学们 可能你们都走过路 可能就是这个对吧 这个体系学一点 然后这个体系又学一点 然后就在这个体系学一点 其实啊 我说一句 可能有点稍微搭不进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就是 中文有一句话叫大道之简 那大道之简是什么呢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万法合一 其实有一个基础就是我们要的 你要走的 就是关于一个初心 其实我们用的是什么工具 对吧 它只是给你的 展现给你的 适合你的一条路 那如果你只是每一条路 你只是走了那么一点点 然后你就又回头 然后又开了一条新的路 然后又回头 其实 那我们其实什么时候真的会走到 你想要到达的那个彼岸 就是你真的是想要到达的那个地方呢 今天可能这课更多的是一种 我们在聊天 更多是一种 可能是我们的抛尸吧 就是真的是解抛出来 就是真的去分析一下 因为我很想大家在 在这一两年可能是世界上比较混乱的时间里面 我知道现在的 不管是局势啊 大环境啊 经济啊 很多东西 让大家都完全无法定下来 也没有办法去沉稳 有时候就觉得好像自己迷失了 但在这个迷失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真的去知道自己是谁 自己想要什么 而且我想你们去成为 你们自己人生里面的那个磐石 不是说要找到什么东西作为你的磐石 你可以找到一些工具 它们是可以让你更加稳定的 在这个河流里面可能是一个绳子 就是更加结实的把你扎起来 对吧 绑在这边的 那个绳子 那个工具 对吧 扎根的 但磐石本身就是你 我想让你们知道这个点 你们不是扶杀 也不会被扶走 流走的 这个是我想你们知道的 所以今天其实真的想要传达的一个很大的讯息 就是说 你们要先去问一下自己 我们去学习 对吧 我们去成长 我们去要能量 其实是为的是 当然是为自己 那你又为了什么 对吧 自己也有很多的方面 为了什么去学习呢 对吧 好像说能量是一个非常有用的 对 能量就非常有用的 像Angel刚说 对吧 人生应该不仅仅是这样子 不是每天像机器人一样 对吧 好像一个模式 就是这样 哦 然后好像九点上班 五点下班 或者六点下班 然后就是好累 然后就睡一觉 然后完了 然后又重新再来 No 不是这样的 我们拥有的是 自己去看看 我们的人生选择什么 当然 你的人生 你要选择是上班 这个是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 其实上班是有安全感的 这是有安乐感的 这也可以让他们得到一种满足 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 也是很棒 同时你去看一下 你人生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是什么 如何可以去运用 比方说就是那些 成长的一些 你们所学会的技巧 工具方式 还有能量 对吧 去让它变得更扩大 而且让它真的去成为你生命里面的一部分 那这边我会去 就是说一下 像我个人的话 我学习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能量模式 包括AC AC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会成为AC导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一开始没有真的是很希望去把它一直做了那么久了 对吧 做起来的 它像是一个无心擦柳 柳成因的一个过程 确实是因为这个体系可能最适合我 它的那份轻松 然后快速 真的是很容易 当然可能很多同学就会在想 有很轻松吗 有很快速吗 真的很轻松 很快速 它没有那么多的 好像非常复杂的理论 也没有那么多的 那种各种的 哇 就是要做什么什么样的医师啊 什么 我觉得它真的很快速可以到达了一个事情的中心点 所以我喜欢 其实提问本身就是打破任何僵局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方式 所以任何时候我们卡住的时候我就要去提问 就去提问 然后去觉察能量更加实 其实我们只要去提问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觉察到一个能量 它是怎么样去走向的 像我给你们讲一个 我先给你们说一个 这个是可能是一个有趣的观点 可能是一个有趣的观点 像在明年 现在到 就是今年年底到明年的 大约四月左右吧 就是在 那个叫什么海 我看一下 就是其实原来呢 我都不知道 很多的那种 悬学 悬学也好 预测学家也好 他们都说 这个海叫什么 我看看啊 不好意思 我的 可能就是日本海 或者就是那个叫East China Sea 应该就是东 东就是中国东海那边 它不是 不好意思 我后面就是 我家的那个帮忙清洁的人在 然后就是中国东海那边 它的那个那边 有可能会发生地震之类的 那 我其实 说实话 我没有去看 这些预言预测学什么什么啊 我只是今年 大约 七八月的时候吧 不对 可能再早一点点 就拿到一个觉察 因为我原来 我其实是挺常去日本的 开课什么 开课还有在家 加上就是个人的 然后我就拿到一个觉察 就是说 等等 Let me move myself OK 我去换一下方向 Oops 等一下 It's okay Don't wor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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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刚好卡在 奇怪的时间啊 然后 就是 那个 那边就是可能会发生一个地震 所以我就觉得 好像 日本不是特别的轻盈 因为我拿到就是地震的一个能量 就就仅此而已 结果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很快 立刻就是 八月的时候 还是七月底 八月的时候 不是 日本又有一个什么地震啊 然后 又各种各样的事情 对吧 然后今年 现在我就 忽然莫名其妙的 看到很多的一些预测 然后我觉得 哦 很有意思 其实 你看 不管它会不会发生 这可能也是有些观点 这些也是有可能去改变的 我们只要去提问 对吧 因为 这个提问的出发是怎么样呢 其实就是说 你不要把你和其他人去分离 我说的是 其他人 就是包括是 这个世界 还有这个地球 不要让它就是 创造出你和它之间的分离 然后去提问 如果你和这个世界 你们是一体的话 你会觉察到 接受到一些什么样的讯息 然后 这些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在各种的角度来说 其实就是可以所谓的 不能说只是趋极必忠 还有就是可以改变 你自己的一些 可能会出现的状况 对吧 很多人就说 啊 这个人怎么那么幸运 对吧 永远都不会出事 那其实我告诉你 我的秘诀就是说 我永远都出在提问 我去哪里之前 我先提问一下 好像不对 啊 好像不要去这个地方 好像不要去这个地方 我前一阵 我刚刚前几天 其实上个礼拜 我在新加坡 其实去之前很奇怪 就是我去之前呢 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能量 那个能量 我提问呢 我去的话会创造什么 然后本来就是一直已经 已经放在那个行程里面 然后突然它的变化就是说 好像不是特别舒服 然后我提问 OK这个不舒服是什么 可能是人的事情 人的事情 然后我就提问 OK这里有什么是对的 是我没有觉察到的 然后我拿到一个讯息 可能是中间会有一些 可能不大愉快 愉快的一些人事的事情 OK那还有什么更好呢 然后我再问 那其实我去这个的话 会给我带来钱吗 会 它会创造更多吗 会 它会贡献于我的未来吗 结果我就走这一趟 其实我知道我走了这一趟 它会有带来更多 就是很多的可能性 真的 我走完这一趟 它其实带给我 远远超出我想象的 很多很多的一些机会 所以呢 我想跟另外一个 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很多时候 不舒服的东西 其实可能瑟瑟的 就是瑟瑟的同学 就是你在想啊 我现在也在提问课 其实提问课里面 也会讲这个 就是很多时候 不舒服不代表 就是让你不要去 很多时候不舒服 只是一种 会超出你的舒适圈的 一个东西 但它可以带给你的 是超越你现有的 你现有的 更大的一些贡献 那回去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 这个能量 就是我们要懂得 去审时度势 这个审时度势 就是说 如果我跟随 这个能量场走的话 它会给到我一些什么 那还有这个成长的话 就是更多 就是说 这个会带给我什么 我如何可以 我如何可以 等等 等等 我让他不要吸尘 然后 就是如何可以 就是成长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如何可以 让我们的整个状态 对吧 一直在提升 还有一直在扩展 一直在扩展里面 一直在扩展里面 这个就是非常无敌重要的 因为我想我想问大家 你们觉得你们的人生 如果永远只有现状的话 这是你想要的吗 应该不会吧 你都希望 所有人都希望自己会更好 那这个部分就是 你自己也要去走出那一步 去行动 所以成长其实有很多的方式 这个方式就是说 你必须要自己去踏出那的第一步 第一步其实就是 学习工具以后去实行 它要去行动 实践出来 实践出来 不是说我学了 然后我把它放下了 那它就是变成一个 好像我们随便去购物 一时冲动一下 然后买了回家 然后就是堆在那边的 不用的东西了 对不对 这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是这样子的吧 所以呢 我们要看看 如何可以去把自己 对吧 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然后也去问一下 你自己的初心就是 到底你一开始去学习的时候 你为的是什么 你为的 如果你说是 我是为了家人 我是为了其他人 那我劝你 OK停止 你先去找出最少三个 为你自己的理由 因为如果你只是为其他人的话 你这个是没有办法 给你一直的动力去下去的 明白吗 如果你一直去学习 是为了其他人的话 你是没有延续下去的动力的 所以先去看一下 你要为自己去选择一些什么 然后去真的去把这个出 就是抛尸出来 持裸的写出来 而且 在让它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 每一次不管你在学什么 你在用什么工具 你都要去提醒自己 这个部分 我学这个是为了什么什么原因 而不是为了去帮助 我身边的谁谁谁 拯救谁谁谁 No 这个是不work的 是不不不不 它是不适用的 对 一定要把自己也放在这个公司里面 它才会贡献到你 然后到你 自己觉得 我是这个里面 再加上我还愿意回馈 我得到好处了 我还愿意去回馈 这个世界的话 那就ok了 我太疯了了 我老公非常疼 对 然后 对 他就 然后呢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去让这个事情 对吧 走得更顺 然后让 所有的一切 真的是水到渠成的 为你所用 今天其实 我真的想要表达的部分 就是这个 能量也好 自我成长也好 他为的是 为了一个实现 为了实现 对你来说 一个更伟大的世界 而且这个世界是可以回馈 给到所有的人 大家的 这样 明白吗 好 那你们在这个部分 有什么特别想 你有什么想问的吗 所以 才搞到现在 没办法 就是 很多时候外国人 就是迟到一个小时 他们不觉得是问题 好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吗 想提问之后 对觉察 想 问提问之后 觉察能力 不一定 拜拜 其实这个 觉察能力 没有好 或者不好 很多时候是 你自己 的一份 那个叫什么 就是你自己的评判 很多人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对于自己 不够信任 然后你不信任的时候 你就会评判 自己的觉察能力 好 或者不好 所以在这个 就是 如果我们在 就是比方说 我们现在可以先把 就是对于自己的评判 对自己不信任 对吧 这一切 可以把它统统的 先摧毁 并不再创造吗 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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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 all night, shorts, boys, bases and beyond 其实没有什么 叫觉察不够 更多的是 你到底对自己 有多少的不信任 才创造出 表象中的觉察不够呢 你看真的 对自己完全信任的人 他们就是 完全的 活在 他们的觉察里面 能量其实是不骗人的 我们非常 其实 而且这个事情 是非常主观的 那我现在 我随便拿一个东西 像这个 不好意思 我被 刚才被逼到厨房了 然后 我就是拿着这个 然后 可能 对吧 对你来说 这是非常 哇好棒 我身体好喜欢 然后这个是 我不喜欢的 所以没有对的觉察 每个人的觉察 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到底 一直在寻求 所谓的对的 觉察呢 而一直 就是当你一直在找 这个对的 觉察时候 你就把自己 认定 还有默认了 默认了 自己是错误的 那所有这些 成天晓得那么多倍 可以把它通通的 垂尾 有没有在创造吗 对 提问真的很好用 上星期天 凌晨快五点 我女儿回来说 她钥匙明明 放在包里面 上轮来 开门却不见了 天亮后 我去买早餐 回来的路上 我边走 边提问 知道是有调皮的导担 想玩一下 对 钥匙是会回来 结果问完 刚走到楼梯的时候 就一眼看到 钥匙在某个车 某两机车的坐垫上面 超厉害的 所以其实的提问 就是改变时项 我更多想要去跟大家讲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 这也就是我要开 那个提问101课的初心 很多同学其实真的 会把他们的结论 变成一个 以为是提问 然后问出来 然后这个就让我 非常无敌的抓狂 我这个抓狂是 这个是提问吗 来我们再来一下 好不好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 其实是 就是在头脑里面 结论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多长 其实会习惯 把我们的结论 误认为是提问 然后其实并没有 看出我们一直活在 结论里面 所以提问101呢 就是会让大家知道 如何真的去精准去提问 没有什么叫做 哇一定要说的天花龙凤 一定要说的很厉害 一定要把语句弄得很复杂 才会提问 不 我们要知道如何去读取能量 知道能量的走向 我觉得就已经很够了 因为这样就是生活的一个 整个本意 对吧 已经足够你去开创你的人生 怎么样可以更好呢 那刚才那个处章就说 多少时候我们就是一直 就是认为我们的结论 就是提问的那些啊 所有那些 成天晓得那么多倍 可以把它统统的摧毁 并不再创造吗 看一下 老师我最大卡点就是不是不自信 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这个卡点怎么提问和破除呢 这个的话其实更就是 那你也可以先问一下自己啊 我给你一部分这个 就是说有多少的不自信 对吧 我应该说不相信 不信任自己 真的是你的 还是说是一直以来 一直以来 你的就是可能是身边的人 等等 啊OKOK 等等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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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p there you go OK OK 可以 can you like yeah you're on video 啊 yeah it's all right 没办法 她就是一个和矮的老太太 对 她在给我弄停院 前门 嗯 好 没事 然后就是那个 很多时候就是多少是你身边的人 或者你的家人从小到大 可能是你的妈妈啊 等等 他们卖给你 因为他们不信任你 对吧 然后他们不信任你 甚至他们也不信任他们自己 所以就让你 一直怀疑你自己呢 就是第一 你觉察到他们不信任他们 然后他们不信任他们 其实也造就了 他们不信任任何人 所以从小到大 不管你做什么 他们觉得你都是不可靠 不可信的 然后你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活出来 然后你就习惯了是不相信自己了 嗯 那所有这一切成天小的那么多倍 可以把它统统的摧毁 并不再创造吗 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om, pom, all night, shorts, boys, povets, bases and beyonds 好 提问和觉察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相同的 提问和 嗯 我不大懂你这个问题 嗯 啊,我 OK 你应该 我猜你想问的是 就是我们提问的话 是不是就会得到觉察呢 嗯 其实每一次我们在提问的时候 都会得到觉察 觉察呢 分为其实有 可以说是具体性的 还有非具体性 就是非具体性 就是非语言的 就是非 就是非 就是不能形容的 就是可能它只是一个能量 啊 它只是一个能量 这个能量的话就是说 它不是任何能够形容的东西 啊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在提问的时候 真的要非常的灵在 非常的在这个当下 然后打开去提问 这样 嗯 老师今天发生的 是 事情好像我做过连说 的话 有过 OK 把基金了一下脱口而出 就是我做的事情 有些恍惚了 嗯 OK 那 好 我明白了 你这个没有 OK 好 不 我感觉我会看出一个能量的形状 或者在哪里 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甚至能感觉到那个能量会让我很痛 但是不知道它是什么 好 来 大家啊 只是去看一下 就是这两个同学 他们的 写出来东西 就是形容一个状态 所以你们的提问是什么 对吧 然后最后 一小猫就是 结论当提问 那是否可以当提问后 再提问 我有在提问吗 是啊 可以啊 因为很多时候当你们在结论的时候 我就会问你 那这个提问在哪里 你真的有在提问吗 比方说 很多人就会跟我说啊 因为在身体课上就说 我哪里痛 我一直哪里有个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OK 然后 我说 好啊 非常好 恭喜你有这个结论 那你继续结论下去的话 这个就继续变成你的真实了 所以你想提问去改变吗 你这里面有任何的提问吗 你想表达什么 可能我们习惯的一种模式就是 只是去形容 然后形容了之后呢 对吧 形容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好像我今天跟你说 如果 如果 来 我只是讲啊 假如我在喝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不好喝 然后刚好你在我旁边 然后我喝完了这个之后 我就跟你说 哎呀 这个味道 就是有点酸 然后有点 好像就是那个 碳 就是那个气不大够 不好喝 然后 你在我旁边你听了之后 你会有何感想呢 我觉得 好吧 可能你在吐槽 或者你在形容这个质感 那你想改变的话 你就要提问 那你就说 嗯 我是不是能够 写出一个建议 给这个公司呢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要提问 不是去形容 也不是去结论 也不是去吐槽 真的就是要去提问 提问才是去改变 这个状况的那个要时 嗯 提问 那总可以看出来 问不出来的什么 怎么知道是什么 好啊 你这个提问就很简单 你就是去问 OK 这个是外面的吗 就是这是你的吗 还是不是你的 就很简单 其实外面能量 自己的能量 自己的还有外面的 这个其实更简单 直接的就是分两种 这是你的吗 是或者不是 怎么会弄得那么复杂呢 Vera 对吧 不用那么复杂 就是一个简单的 就是是你的吗 是或者不是 轻的就是你的 轻的就是真实的 然后重的就是不是 嗯 然后那些看不出来 什么问不出来的 就是不要去老是去 想要定义一些东西 让它自由的去 成为吧 我们很多时候 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很想去定义一些事 如果我们 假如每件事情 不需要定义呢 不需要定义的话 让它自由去生发的话 会不会去衍生 更多的可能性 这个我给你们 自己去琢磨 这句话 很多事情 如果我们不要当下 当这个当下 立刻去定义它的话 是否可以让它 自由的去生发 然后让它慢慢的 去衍生 更多的可能性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差不多 我们就差不多 然后我就快速说一下 这个 我是不是在一次 一次再重复过的人生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种 叫做deja vu 或者叫做预知 梦或者预知的 感受的东西 那所以你问一下 你是否其实已经 在另外一个时空 或者另外一个次元 对吧 已经经历过这个事呢 轻的还是重的 那如果是的话 是否可以改变它呢 就是用这个提问方式 去看 去问 怎么样去改变 我们其实不会 我们不是那种 混在那种 小跑圈的小仓鼠 当你愿意去问的时候 你愿意去提问 真的去提问 然后你就会跑出 这个困境了 所以呢 现在稍微 说说一个 课程的预告 虽然基本 同时非常扎实 也有用 就是叫做提问101 真的是给很多 你们非常喜欢 活在自己的头脑里面的 同学去用的 这个就是 分为两部分 当然你觉得 一部分OK了 就没问题了 那没问题 就是不用上第二部分 都可以 就是我们有 11月4号 还有11月20号 的两个部分 其实就是关于 如何真的去提问 不是从结论 不是说 我要如何定义 这个东西 这个不是一个提问 哎呀 这个是什么 这个人为什么 要对我这样 这个不是提问 这人怎么是一个混蛋 他怎么是一个那么坏 不是一个提问 哇 我中奖了 然后难道我这一辈子的运气 要用完了吗 这也不是提问 真正的提问是 嗯 我如何可以从现在开始 拥有前所未有 无限更多的 美好的可能性 和发展呢 比方说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提问 那在那边呢 我会慢慢的去教 大家怎么样 就是那两个小课 也不是慢慢 就是快速去教 怎么去提问 然后让大家 不要再用结论 去提问了 难怪你们真的提问不出来 因为你在结论里面 啊 好 我不吐槽了 好 那所以呢 如果有兴趣 就是拖出你们头脑 拖出你们的逻辑 拖出你们理性 拖出你们的这些 有了没有的 大的东西里面的话 那希望可以在 11月4号 还有20号的小课里面 见到你们哦 很快就会给 所有的讯息给出大家 然后呢 今天真的希望 可以给到这个贡献给大家 因为 真的去问一下自己 学习是为了什么 嗯 如何可以让这个学习 给到自己人生 一个莫大的变化 好 记住这两点 好的 那今天就先这样了 我们 你们晚安 我就午安 好 拜拜